在我母亲的眼里 台湾母亲和美军父亲 让混血歌手赖佩霞 有着龙眉大眼的亮丽外形 她长大后千里寻妇 发现父亲越战返美后 已令祖家庭 妇女相见梦碎 对父亲再也只字不提 然而走进历史博物馆县镇 展出的她在历史的背后展场 听到赖佩霞的声音 回荡进攻 娓娓道出的不是当年 不见容于社会的悲情绅士 而是诉说母亲 当年追求美好人生的少女之梦 赖佩霞谈母亲 如何看待她这个女儿就说 她在历史的背后 是旅美律师邱章 以华人女性奋斗史为题 策划两年的展览 其中介绍知名歌手田露露 赖佩霞 王汤妮等 亚美混血儿之歌的单元 凸显越战20年间产生 成千上万的亚美混血儿 只有3%的父亲肯出面相认的史实 另一大部分刻画华人女性 怀抱移民大梦 在美国力争上游的艰辛 还有护卫中国城史基的故事 许多主角是邱章在美国法庭 协助真人权 真尊严的案例 邱章在展览介绍中提到 本展史料的可贵性 来自于她们都是美国最高法院 和各州最高法院的案例 这页历史是华人女性违背主训 诉讼凶 不屈不挠地打官司写下来的 自此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的景致 历史博物馆展览组研究人员 张成宗告诉本台 这样子的展览形式 它比较不像一般的书画文物 艺术性的展览 那它有很多的比较是史料上 还是比较关于一个意念上的一个形成 要用展览的形式在一个展览的空间展出 它相对它也有很多种种的困难度跟挑战性 历史博物馆提到 丑张请教许多史学家 并花了很长时间爬梳史料 也邀请到一群大师级的艺术家 向陈介仁 袁广明等艺著展出 以大幅史诗素描 录像制作 环绕投影创作等多媒体装置 在线这些华人在美国的法律事件和女性风貌 文字工作者殷晓宁观展后 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那一个工业革命开始的话 美国在组铁路 那它当时它的华工不只是从台湾 不只是从中国沿海过去 它也从巴西 也从世界不同的地方 把所谓的那种租宅 我们中 汉语叫做租宅 引进了美国 那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西南 一个是东南过去 所以19世纪这个悲剧在中国发生 其实是必然的 那至于说它为什么选择女性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时候的华人女性 同时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邱章要彰显的是华人的历史 所以它里面就是叫 Her History 不是History H E R 那基本上华人的眷属 应该是在华工之后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 帮助自己 初期这一些华工 有了一些基础之后 也就是说他们侥幸地存下来 然后再过大概二十几年之后 再把她的眷属带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 华人女性 邱章今天要讲的可能是 来自新竹关系的朱小姐 有感而发地说 女人的地位是比较弱的 但是他们能够活出一片很精彩的生活 给我们一个现在的人 一个很好的启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